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的是英国现在预想移居火星生活需要的房子 因此英国出现了新型的充气住宅 能够适应极端环境 在屋里面种植植物 并且太阳能自给自足 而纽约出现了第一栋全木构造建筑 成为纽约的未来建筑代表 这栋坐落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新公寓 外表看起来和一般建筑没什么不同 但进到内部却会发现 从天花板到墙柱统统都是以纯木打造 首期刚进水泥 纽约市出现第一栋木构造建筑 除了美观外 也是为了减少碳足迹 当木桶被砍下造屋就形成一种固碳效果 林地又能在种植新苗继续捕捉二氧化碳 因此被视为绿建材 除此之外 整栋大龙的电力也是以永续出发 不只在屋顶上装设太阳能板 人软设备使用电动泵浦 每个停车位也都配有充电桩 至于防火安全 建筑师解释 其实大量的木材反而不容易引燃 就算真的起火也能形成碳绝缘体 防火效果和钢筋不相上下 好时两年半 这栋木屋终于在今年五月完工 目前定价落在60万到300万美元之间 一共有14户 卖得很好 只剩下两户等待买家 放眼未来的 还有德国慕尼黑郊区的小市镇 为了减少碳排放 和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开始使用地热为家庭和企业供电 而这出现在英国 顶部金瓜闪闪的建筑物 则是为了有朝一日实现在火星上生活所打造 考量到火星的极端环境 建筑结构分成上下两层 第一层将盖在地底 作为卧室和厕所 而二楼则是主要活动空间 外层以反光特殊的充气结构 防止危险的辐射线 集结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等各领域专家 共同设计目前以公共艺术项目进行展出 主要目定也是为了让大众思索 如何更永续的生活 从绿建筑再生能源到适应外太空的充气屋 一亏未来生活愿景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